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Elsa Positive 今天跟大家谈一谈一个非常困扰的疾病 从小孩到50多岁都有的病 就是失诊 失诊很多人以为只是一般的皮肤病 他们就在外面买很多东西回来查 有时候越查的越糟糕 Dave 为什么这个病怎么难搞呢 因为这个病其实不是一般的皮肤病 它是一个我们叫自身免疫系统的病 就是自己的免疫系统以为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世报 是外来的敌人 是来攻击他 所以结果就发生很多问题 就到很多的破坏 所以如果想切底的去弄好这个问题的话 我发觉长久的方法 还是要用我们所有这些上天 吃给我们的天然的食物 那Elsa 我们知道如果已经有这个病的朋友 无论是小孩或者大人的话 首先先不讲要吃什么 首先要注意哪一些东西是尽量不要吃的 首先我们注意有一些食物就是致命源的 一定不可以吃 第一就是所有的奶类跟奶制品就是普通食物 比如说牛奶啊 乳酷啊鱼糯啊 所有奶制品都不可以 第二就是海鲜啊肉类啊 所有动物性的蛋白质都不可以吃 这个包括是蛋类啊 还有就是那些加工的食物啊 如果已经有这个问题呢 真的要差不多完全戒掉所有加工的食物 什么是加工的食物呢 譬如什么东西呢 很简单啊 一般很喜欢吃的汽水啊 OK 饼干啊 糕饼啊 OK 甚至于巧克力 但是都不可以吃的 还有很多人不没有留意到 现在在外面买到的很多的面包 其实也很多的添加剂 很多的发水的东西在里面 对 这些都会混乱我们里面的免疫系统的 对啊 对 所以我们这些都要尽量小吃 对 那我们应该吃什么呢 其实原则非常简单 我们要吃一些 第一 植物性的 第二 就是有生命的 圆形食物 就是英文是whole food 好想我们今天呢 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 就是我们专门 切剂给小孩的 因为它是甜甜的 OK 所以小孩呢 一定会喝的 是不是用这个东西呢 我刚才觉得很丰富 哇你看我们呢 切剂叫什么 这个是kale 是鱼衣甘蓝 这个是其中一个superfood 它非常有营养的 OK 很多的维生素A C K 还有很多的 那个 植物性的那个 营养在里面 OK 维生素 他就要吃甜的东西嘛 所以我们这个素菜籽呢 要给它甜的 还有呢 我們梅類也非常抗氧化 對我們整個施症問題也很大幫助 比如說怎麼談一些 我們今天用的梅類 我們就用黑梅跟紅梅 就是 Raspberry 然後你說 我可以用其他的 strawberry 藍梅也可以的 用蘋果也可以的 但是秘訣就是 我們今天放的 kale 不要放太多 為什麼 因為 kale 如果你放太多的話 那有一種草的味道 小孩不喝你的 所以你就放一叶就可以了 另外我们碧也不可以放太多 因为它有泥土的味道 但是因为它是detox 它是非常排毒的 所以你不放也不行 柠檬也非常重要 有丰富的什么东西呢 它是非常抗氧化 而且它是碱性的 所以帮助我们的血液 没有那么顺性 维析当然大家就知道 非常丰富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怎么做好不好 好啊 那现在呢 是不是很容易做呢 所以不要小看这一杯 如果你们的小孩有问题的话 这一杯可以救他的 因为我们一个朋友的孙女 她五岁 哇 这两边呢 生们那个 很严重 很严重的 全部都是喉喉 她晚上睡不着 一直在抓 然后呢 我就叫她喝这个汁 我当了两个礼拜啊 哇 现在全部都好了 她已经有这个问题很长的时间 很长时间呢 拿了不同的药膏也没有帮助 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 所以这个呢 大家赶快试试看 去做 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赶快在下面留言区 让我们知道 或者人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 跟我们提出来 我们经常帮助大家 好 下期再见 再见